我的很多客户经常会问我 Cindy啊 到底怎么帮我的子女在美国买房 父母给子女汇款有什么要求呢 大家好 我是第三世界陈思理 今天我来提供几个实用的建议 尤其是买房资金的转移 避避税政策 以及如何避免宰坑 来帮助大家顺利完成这个过程 首先呢 如果您的子女是美国公民 那么汇款是没有金而限制的 你可以直接将资金 贿赂子女的银行账户 方便又安全 但是千万要记住 不要通过现金方式再存入银行 这样可能会引起银行的怀疑 导致资金被冻结 如果您的子女还不是美国公民 建议分批转账 每次经常控制在10万美元之内 并且通过正规的银行渠道 进行国际汇款 这样可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确保资金顺利到达账户 第二呢 就是对于首购组 我建议选择那些维护层面较低的房产 比如有HUA管理的公寓 或者连排别墅 这类房产的公共设施和外部维护 通常有HUA负责 可以减少你们在日常维护上的时间和费用 同时要注意一些HUA的规定 非常严格的小区 这类小区可能对房屋的外观 使用以及出租有多项限制 如果你打算将房产用于出租或者改造 一定要提前了解相关的规定 避免日后遇到麻烦 第三呢 就是在加州买房 你有多种避税的策略可以考虑 第一点呢 就是加州为首购组提供的一些税务优惠政策 比如说房产的税豁免 Homestead Exemption 这个后面可以帮助房主大幅的降低 每年的房产税支出 前提是您的子女将房产作为主要居住地 此外 加州允许房主在报税时扣除房贷利息和财散税 如果您的子女通过贷款购房 这些扣除项可以显著的减轻整体税付 同时呢 加州对特定类型的改造和翻修项目 也提供税数捡面 特别是那些提高能源效率的项目 如安装太阳门面板或者进行节能改造 如果您的子女打算将房产出租 加上还提供多项与租赁相关的税务优惠政策 这些政策呢 可以进一步帮您优化税务规划 最后在整个购房过程中 建议大家聘请一位 具有中美两国经验的房产律师和跨业技士 他们可以帮助您处理资金转移 税务规划 以及购房中的法律问题 确保整个流程呢 合法合规 在选择购房区域时呢 也要仔细研究当地的市场情况 选择经济前景良好 且增值且巨大的城区域 同时呢 定期跟踪房市的动态 以便在最佳时期购入或者出售房产 子弟在外 是父母最放心不下的 如果有一处安稳的牺牲之所 也会过得放心 有人在他乡的父母也会过得书行 希望通过我的影片呢 视频分享 每一位生在海外的子女 都能找到一个安稳的角落 欢迎点赞收藏 以备不时秩序 如果您有更多问题 或者需要进一步的咨询 也欢迎随时联系我 我是第三世界城市里 帮你买房卖房不踩坑 来玩 找我